微解封后第一个周末假日 高人气的预管处瓦拉米步道 不仅有旅游团进行加西十反屋的文化体验 还有人从台中绕了大半个台湾来走瓦拉米 都说三级警戒两个月了快闷坏了 就算是戴着口罩爬山 也照样可以大口深呼吸 堪称拔同关越岭古道东段要塞的卓西湘卓青春 在微解封后部落防疫管制站也跟着微解放 管制封闭近两个月后 从南南部部到路名吊桥 一路来到瓦拉米登山路口 都可见前来爬山走不到的人车 布道路况家难度清明 而且人文风景生态丰富的预管处瓦拉米登山步道 成了微解封后游客解封的首选 今天不仅有旅游团进行嘉兴石板屋文化体验 也有人从台中绕了大半个台湾 专程来到瓦拉米放风大口深呼吸 怎么会想到选择这边来走 风气好 心灵亲近 人家说解封了 我们就要出来跟人家解封一下 那走一趟下来觉得怎么样 哦 真的 太久没走了 两个月啊 感觉像两年一样 虽然部分森林园区或步道 配合微解封而开放 不过民众入园仍需配合避免群聚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以及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规定 而在家闷了两个月的民众 只要可以出来放松透透气 就算是戴着口罩登山走不到 人人都甘之如鱼 你们刚刚上去有很多人吗 没有 微解封会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 你们的管制 还好 如果去山上调查 又戴口罩会不会不舒服啊 只有一点 有一点 不会 也不会 对 我蛮喜欢的 很喜欢的 微解封后第一个周末 现场维持秩序的男男小队园警表示 前来游玩的游客并不多 绝大多数都是以在地人居度 而且每个人都遵守防疫规定 预管处配合中央CDC为解封 除了生态保育区仍维持封闭的状态 东段瓦拉米步道也仅开放到嘉兴住在所 也请游客民众注意 前来为登山 为走步道时切勿自行为解封 口罩一定戴好戴满 接着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